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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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蓮先生為師 陳蓮先生在教柏牙鼓勤之後 他覺得他的技巧非常的成熟 但是柏牙一直談不出神韻 跟他談出來的情緒 沒有辦法引起別人與他之間的一個共鳴 所以陳蓮先生就想到 要怎麼樣讓于柏牙能夠談出的情緒 除了技巧之外還有神韻 還能夠引起人家的共鳴 我們在一邊插花中 在一邊來分享余柏牙跟陳蓮先生 學情的經過 我們接下來來欣賞一下 我們今天所要使用的花器 各位愛花的菩薩可以看到 我今天用了一個比較高的創意陶 然後這樣的一個很高的花器 就像我們在之前插協淨花的時候 我們可以運用一個池塘琥珀 然後一個花器來代表池塘 那一塊的奇木代表高山或者峻嶺 那同樣的我們用一個這樣的花瓶 所以在中國插花裡面 花瓶它也象徵的高山 然後宇宙 然後自然的一個感覺 所以今天我用這個花器呢 也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象徵的一個含義 但是這件作品我會比較以造型的手法來插作 然後我用一塊這樣比較長的樹枝呢 我把它卡進去 幫我做一些定枝 讓我的這個枝幹呢 我們試試看它的這個角度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幫我把這個花器給定下來了 然後定好枝之後呢 我就稍微的再把我的這些杜鵑根呢 讓它加以的跟它做一些結合 譬如各位阿菩薩可以看到呢 我選用幾根的這個杜鵑根 就構成一個蠻特殊的一個造型 然後如果我們需要固定呢 我們就把它綁一下下 譬如各位阿菩薩可以看到 我現在用的是22號的鐵絲 把它綁 就讓這些木頭彼此之間 就變成一個很特殊的一個造型 我們把它這樣固定一下 那我們可以再做一塊的固定 我們試試看 加加看它的感覺 譬如說我在這邊 我在做另外一塊的一個固定 然後我們找到適當的位置 然後我們把它綁起來 好 然後我們把它綁起來 好 就形成一個蠻特殊的一個造型跟感覺 好然後我再看一下它的整個美感 好看一下它的整個美感 好所以各位阿菩薩可以看到呢 它在這個花器上面這些奇目 就形成一個很特殊的一種 一個創意跟感覺 好然後呢 我今天所要用的花材呢 各位阿菩薩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我們稱為 三龜萊 三龜萊 三龜萊又稱為拔器 然後這個花呢 是一個在秋天到冬天 很受到很多花藝老師 花藝學習的同學喜歡的一個花材 好然後呢 我把它從這個中間裡面把它穿過去 因為這個三龜萊呢 它是曼藤性的植物 那它在應用的時候呢 它一般來講會有一個下垂的一個弧度 所以我們剛好善用它這種下垂的感覺 然後我是沒有拆開它 因為我就讓它表現這種果實的一種豐碩的一種美 好那我們嘗試從幾個角度去把它放一下下看一下感覺 好然後呢 因為它會有一點點往上揚 所以我在下段呢 我再加一塊這樣的一個木頭 把它扭上往下 讓它往下垂 所以就會形成上段跟下段呢 有一個蠻特殊的一個連結的一個感覺 好在這邊把它綁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三龜萊呢 由上跟下面做一個彼此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連結 好然後呢我手上還有兩把這樣的三龜萊 然後我繼續讓它這樣子的一個攀騰上來的感覺 好那我們知道呢 三龜萊呢它是點的構圖 就是點的形狀的構圖 好然後表現在這個季節的時候呢 這個點的花器的點的花材的一種美 好然後我讓它有一點點跟花器之間做一個結合 好然後再用一支鐵絲 把它跟這個窟墨之間做一個固定 把這個三龜萊的正面把它轉一下下 因為三龜萊這個花材呢 它是屬於蔓藤性的植物 所以它的那個韌度呢有時候蠻蠻強的 好然後我們再用另外的一串 我們用三串的這個紅層層的很美的這個三龜來 把它整個做在這一個架在這個枯木上 好然後就做成一個蠻特殊的一個造型 讓這個果實的一種美呢表現出來 然後也藉由這個果實跟花器之間 做一個互相的一個連結跟互動的感覺 好欣賞一下看看它的整個感覺 好然後我們也藉由這樣的一個三龜萊的這個線條的一個應用跟感覺 去表現其實我們雖然是一個那個造型化 但是它有一種神韻的一種感覺 有一種從高山到流水下來的一種感覺 好然後接下來呢我運用的這個是綠色的這個細物草 綠色的細物草 然後我用這個綠色的細物草呢 去把我這一些原來感覺上有一點點稍微多 然後有一點點雜 然後幫我做固定的這一些 鍍尖根呢做一些些的修飾 好我把它稍微的 而且這樣子呢我可以把那種很乾彩的一種感覺 給認識一下下 然後可以把這個三龜萊的這種美 更加的襯托出來 好然後用這個綠色 放進去 因為這個顏色一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覺三龜萊的那個紅潤的感覺 就更清楚更明顯了 好 然後稍微對視一下下 那這些綠色的葉子呢 它也可以修飾掉 這個本來感覺上有一點點太過於張揚的 這些樹枝的一種溫潤感 好所以我們把它稍微的 好那各位阿菩薩現在可以稍微的欣賞一下下 好我把這個部分再修飾一下下 好像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那我們在這個下段的地方呢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也加一點點綠色的 把它襯托一下下下段的 這個枯木跟山龜萊之間的色彩的感覺 然後我運用我剩的這些綠色的這些色彩花彩 然後把它做一些襯托 然後把它做一些襯托 然後把這些綠色的西物草 把它整理一下下 好那我們也可以用像柏類的這些植物 它就可以更加的更能夠耐久持久一點點 好然後這邊一點點綠色 我們把它剪下來 好那剪下來的這些山龜萊 我們都可以擺到下方的這個地方 好所以各位阿菩薩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個藉由這個山龜萊跟綠色物 還有這些海芙蓉構成一個滿美的一種 特殊的一個造型跟感覺 好然後我接下來再用一點點的這個白頭翁 加上因為這個我們在做一個造型畫的時候 它是由點線面塊所構成的 然後我們這件作品的重點比較在點的部分 就是整個比較在這個山龜萊的這個點的一個運用 然後我又加了一點點鬆軟塊 就是我們的細物草 它是一個鬆鬆軟軟的塊體 然後我們的這個杜鵑根呢 它是有一點點乾的那個線的一個運用 然後我現在加了一點點這個花材的 就是有一點點小塊體的感覺 所以它運用這個點線面塊的眼力 那雖然我們的作品中沒有塊 但是我們的花材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大的一個面體塊體 好然後我再運用一點點花 好用這個白頭翁 我們大概用三朵左右的白頭翁 三個顏色的白頭翁 好這個白頭翁因為有一點點 非常的順開 非常的順開 好 我們把它收進來壓進來的感覺 好OK 好那我們來欣賞一下我們這件作品 我們剛剛藉由一個這樣的一個造型花 我們去感受到一個造型的一種美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說呢 其實我們在擦斜井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盤加上一塊棋木 就是可以形成一個高山琥珀的一種美 但是我們在做一個造型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利用花器 去表現一種高山的一種感覺 一個塊體的力量的一個感覺 然後藉由這一件作品 就是山歸來由上往下攀爬的感覺 我們去表現 剛剛藉由介紹柏雅錫琴 這個高山流水之間的一種情韻 怎麼樣在這個情韻中表達出 更加的有神韻的一種內涵跟感覺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陳蓮先生呢 因為感受到柏雅沒有辦法彈出 能夠引起人共鳴的一個音樂 所以呢他特別帶了那個柏雅 他跟他說的 我的老師住在東海的馮來山 然後我帶你去見我的老師 再跟我的老師做學習 然後陳蓮先生就帶著余柏雅 成了小舟 然後到了東海的馮來山上 然後到那馮來山上之後呢 柏雅就發覺了他的老師陳蓮先生 就不見了 就獨留柏雅在那個馮來山上 在那邊十幾天 柏雅面對浩瀚的這個大海 然後面對著整個昌域的整個山林 然後面對著整個海水 然後再面對著孤寂的這個環境 在海廟在鳴叫的這種感覺 十幾天之後呢 他去聆聽這個大自然的音樂 然後最後他就寫了這個流水 這樣的一個情運 然後後來他就彈出來了 那他的老師就覺得說呢 他聽到以後就覺得特別的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中國的老師在過去就知道 教學生以施法自然 那在大自然中去感受到 自然給予他的一種內心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醒悟跟了解 所以我們人常太注重在外表的技巧上的學習 然後沒有真正去傾聽內心的聲音 沒有真正去傾聽大自然的聲音 所以古人說 靜觀萬物皆自得 那我們今天藉我在做這一件造型花的中間呢 也去感受到怎麼樣去靜觀萬物 就像我們在學活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個很寧靜的一個心 那我們才能夠跟善法相應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這一件作品呢 各位愛花菩薩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下 平常呢 我們會用一隻像這樣很簡單的一隻瓶 來做一個插座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插花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各種創意跟各種變化 比如說呢今天呢 因為我有一隻這樣子的山葡萄 那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發覺到呢 這樣的山葡萄在我們大自然中蠻多的 然後這個山葡萄要插在這個器上 好像有點可惜 因為要很大量的去剪掉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個 比較奇妙的一個應用方式 就是我找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藍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花氣呢 放在這個藍的上面 所以在洗花的這個過程中 也是覺得藝術之所以可貴 就是說它真的是可以療癒你的身心 尤其是現在的人因為工作非常的忙碌 所以就需要藉由這個放慢腳步 去過比較舒緩的生活 好然後呢 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 如果我剛剛只有用這個 我這個比例會太長了 那我現在呢 我就想運用這個器皿 然後把這一個 這一個山葡萄呢 那插座在這一個藍子上面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角度跟白髮 然後我們可以從前弓出去 然後也可以從後弓出去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它的這個感覺 因為加上藍之後呢 我們就不會覺得它太長了 我再試一下這邊的角度 好 也可以從這邊 我們從這邊好了 好 然後我把它從這邊把它轉下去 然後它就可以整個攀過來 我用20號的鐵絲 然後這樣子我們也可以藉由 藍的這個體糧 去欣賞這個山葡萄的這種生態 我們剛剛在分享這個 余柏雅先生的老師 然後教他習琴的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會發覺到 山水自然對於人生命的一個孕育跟重要 好 然後我稍微把它折一下下 然後我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讓它一點點跟我的這個器皿 互相的結合在一起 好 那我們把這個山葡萄 因為葡萄呢 山葡萄它們都是跟山龜萊一樣 都是屬於有一點蔓藤性的植物 然後這個蔓藤性的植物呢 它就是它會比較就是野性的一種生態 所以它會看到哪裡有的攀爬 就會往那個地方爬 所以它的姿態就會四面八方都有 它的那個生態呢 會隨著它生長的環境 然後做很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會發覺 它的生態就比較不同 不是那麼的統一 跟我們一般在觀賞植物的時候呢 生態上面就會有一些的不同 好 那我們把它去無存經 然後修掉一些 比較不同 從把它的那個線條的一種優美呢 我們把它稍微的修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山葡萄呢 大概的把它這樣子的 運用跟這個藍之間的做了一個結合 這也是一個蠻特殊的一個 花藝的一個創作跟感覺 好 然後我在前面呢 我來加一朵花來做它的這個煮花 好 比如說我們今天選用的這個白頭翁 來做它的這個煮花 好 然後這個花 雖然有一點點的顏色蠻鮮豔的 但是它跟我們的花器之間呢 還有跟這個藍之間呢 也形成一個蠻美的一個對比 好 然後我們用一朵的這個 這個白頭翁做我們的煮花 好 然後我用一點點的樹蘭 來做它的雞盤 樹蘭做它的這個雞盤 好 然後壓住它的這個下段 好 再用一點點雞盤做它的前段 好 再用一點點雞盤做它的前段 好 再用一點點雞盤做它的前段 好 雖然是因為它這個瓶口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也稍微把它加一下下这个铁丝 把它烙一下下 然后来做它的这个鸡盘 来衬托这一朵花 这术然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些曼藤也是非常的可爱的 所以我就没有很刻意把它剪掉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一件作品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做一个花艺的一个创作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会以这个瓶为主 然后我们今天就藉由这个瓶放在这个蓝器里面 然后用蓝的这种提凉的一种空间的一种优美 然后去展现这个花旗的一个美 所以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个铜品的美 然后这个蓝器的一个美 也同时也可以欣赏到这个山葡萄的这个植物生态 就是看到它这个山葡萄的静跟静的一种美 还有它的触须的一种美 果实还有叶子的美 所以我们今天在刚刚在介绍到 关于于柏牙在习琴的过程中 然后他的老师如何让他真正实际体悟 去接触大自然 去听大自然的这个声音 然后看大自然的这个情境 然后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声音情境 融入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赞叹古人 在这么古老的时候就懂得以大自然为师 那今天这一件山葡萄呢 也让我们感受到山林自然的一种野气之美 那愿此香滑 愿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华 隆天 普心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 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帐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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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4 788 012 001 194 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佛教慈悲志业高雄分会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迹蒙山诗时法会 日期12月23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月 恭请赞江法师组奖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观世音菩萨殊圣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年度共生 护生总会相 12月28日星期四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九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心意法师 柜台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筑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彭瞻法义共同佛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秋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Não摩无量寿 此常寿宝萍如来 种种无灘莲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 持长寿宝萍如来 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 南魔无量寿 持长寿宝贫如来 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一切恨死之音 往生三十三天